北京时间10月8日,火箭迎来了第三场季前赛,远复胜安东尼奥克场挑战了次,坦克确证两场季前赛后复出,安东尼首次BT补出场。 这场比赛上半场,两队比分咬得很紧,半场结束之后火箭仅以46比41领先5分,下半场火调领先优势曾一度到达15分。 但是被马刺一波12-2追回到只剩2分,末捷马刺曾反超比分。 在比赛决胜的关键时刻,牵挂安东尼站了出来,死投死中连续砍下了10分,帮助火箭以108比93战胜了马刺。 从本场比赛中看来,安东尼是火箭之胜的一个重要因素,末捷关键的决胜时刻,四投死中连续砍下10分, 一举帮助火箭将比赛胜利带走。 这也是为什么火箭会需要安东尼的真正原因。 火箭在之前二场季前赛中,获得了一身一负的战绩,与本场比赛最大的区别,就是火箭轮换阵容没有7整。 而今天,这场比赛不一样,他和复出后回到首发,安东尼开始以替补身份出场,这就让火箭主帅德安东尼, 第一次有了尝试常规轮换阵容的机会,但是没有想到,德帅在今天居然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。 除了首发阵容之外,火箭替补中仅仅只有安东尼,戈登与格林得到了稳定的轮换时间, 德帅使用八人轮换的新招去玩拖,几乎令火箭陷入了险境。 因为在比赛中,火箭德两大真和卡佩拉与戈登相近受伤,虽然他们的伤并不算很严重, 但这无疑是火箭的一个隐患,要知道这仅仅只是一场季前赛,用八人轮换的情况下还伤了两大真和。 这样练兵的举动,很显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 此外,球队领袖哈登在本场比赛中,也是发挥失常,全场十三投进四中,虽然卡下了十八分, 但是还有七次失误,整整三场季前赛中,哈登场均失误多达七次, 这同样是火箭的一个重大隐患,对于火箭来说,登赛季是志在夺冠, 那么勇士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之一,如今的火箭相比于勇士最大的差距还是不稳定, 手感好了火箭可以将勇士击败,但是一旦手感不好, 那么类似于之前戏绝中三分手,但连续二十七投领中的情况不会再次出现。 总的来说,虽然如今安东尼已经接受替补的身份,同时也在火箭打出了不错的水准, 大火箭面临的问题依旧不少,德帅在季前赛就进行八人轮换的方式显然不对, 而哈登的失误与不稳定也是一大隐患, 目前的火箭与上赛季的强害相比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, 所以希望火箭可以迅速调整,尽快进入正常的状态, 在新赛季可以更加出色,吸发火箭带来的改变。